一大群人陸續進到室內 接著還打開牆上的電箱 因為這時他們正在找尋插座 想要充電 不久後發現牆上有插座 指示試了又試都沒有反應 這時竟然把目標 瞄準了頭上的逃生指示燈 那個一定有的電 等一下那天上不會告 我們是有監視器啊 我們不會再來第二次 好 行 行 離譜的對話鬥得大家哄堂大笑 而且還真有人搬來了木箱 爬到上頭只為了充電 不過整個過程早就被監視器拍下 還讓業者捏了一把冷汗 這380個月很危險 24小時都有電 等一下電話很危險 原來台南黃金海岸內 各種店家以及卡丁車業者 只有假日營業 平日東西撤除後沒人留守 沒想到眼前這7個人 1月31號平常日的下午突然闖入 除了在下午5點多私自插電 7點多再度出現 到了晚上9點多還沒離開 業者只好趕緊到場關心 沒想到在戶外又見到其中兩人 堆起了木頭樹葉 準備生活煮泡麵 嚇得他們趕緊上前制止 並且報警 經過了解這7個人由於車子沒電 隨身的救車行動電源電力不足 才會急著找尋電源 只是當中背包包的帶隊大人 本身在國外擔任教師 過年回來度假 當時還帶著自己及親友 共6名青少年一起出遊 沒想到卻沒做到好榜樣 雖然最後業者決定不再追究 但仍得提醒民眾 要有法律常識 三次闖入隨便使用電源 已經涉及切到 要是發生觸電 恐怕賠上的 還有自己的寶貴性命 TVBS新聞林邦和一信 台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